916 开头的这个 although 到多少位置 明显是一个让步创与从句啊 里面的主语呢是上升 这个PPI的上升 was greater than expected 意思是说就比这个预期较高一些 那主句主语呢是分析师 动作呢是grade 身后呢是一个并语从句 从句里面是微所写 主语是index这个数据 不太可能 be unlike to do 啊 没问题啊 不太可能去continue是动词啊 不太可能去继续going up 这个表语啊 暗暗的并列距 这个debt跟前面这个的并列啊 两个并与从句并列 意思是说呢 并且同意说这个 这个inflation就是通胀啊 会保持under control 意思呢就是说啊 纵然这个PPI的指数上升了 那但是很多分析师呢还是同意说这个指数呢不太可能继续提高了 同时的话呢 这个通胀啊 应该会保持在能控制之下 这个意思啊 所以A选项问题不大 那整个的巨型包括语法都合适 再看RB RB的话呢 一样是并与从句啊 这里面的主语呢是it 这个意思啊 应该是个形式主语 逻辑来说它应该是去带身后的一个不定式或者一个从句 而它身后其实没有不定式 这个to go up啊 相当于是接着这continue的 所以它不可能单独做不定式 这里面的意思啊 就没有这个它能指的对象了 没法当形式主语 而且呢 呃 像比如像暗的时候这个情况 它说for inflation to remain 这里面我可以认为它是个不定式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叫不定式的复合结构 重一下 不定式的复合结构 意思是说啊 本来这个不定式里面都是没有主语的 你比如说我们讲to play games 这玩意儿没有主语 对吧 如果我想给不定式添加主语怎么办呢 我会用这个for somebody 把它加一块啊 等于这个somebody啊 提供了to play这个play的主语 整个这一整体的部分啊 我们叫做不定式的复合结构 就是复合了一个主语进来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也近似看作一个不定式就可以 所以同样道理啊 在rb里面这个部分可以看作不定式 但是呢 如果这么看 即便这么看啊 按的这个后半句也不太合适 因为呢 后面是说for inflation to remain control was unlikely 对吧 因为it在这嘛 对吧 was unlikely 这事儿不可能应该反了吧 因为前面转折嘛 因为ppi上升 逻辑应该是说 但是呢 大部分认为啊 首先它不会增长了 二的话呢 这个通胀应该能控制啊 跟前面是一个转折关系 而你现在的rb呢 你按的身后这个部分啊 即便这个eat没问题了 在后面的省略呢 也不对啊 不是这个事儿不可能 还是可能嘛 对吧 你看这个事儿本身是正常的啊 才能跟前面转折 所以这个b啊 怎么都不对啊 这关系是乱的 再看c 必语从具 主语是index 动作呢 是unlike to do啊 这跟a是一样的 然后表语呢 是这个to go up 然后呢 如果如c所写的话 等会以后这个wise inflation to remain 这是一个借词短语说 壮语的吧 这个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to go up continue这个词啊 只能身后加对 加不了不定式途度啊 不能加途度啊 不能加途度啊 不能加途度 为什么呢 咱们820题里面讲过这个事儿 对吧 这个不定式 它强调的状态改变 意思是说 因为它的主句那个动作发生 这个动作会发生从有到无 或从无到有的一个状态的改变 而doin本身强调的是 我跟那个主句动作关系不大 我维持稳定 而前面这个主句动作表示继续嘛 对吧 那继续做什么事儿 那很明显这个事儿应该跟原来的状态保持不动吧 非常保持一个稳定的情况 所以继续这个词只能加途度 加不了途度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 首先这个地方不对啊 这个表也不对 另外的话呢 它整个这个斗画以后啊 这是个季孽词短语做状语 然后还要来描述这个beunline to do啊 这个结构了 很明显前后两个啊 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前面是说这个数据不会再涨了 后面说这个通胀能保持在控制之下 这两个动作是没有相互修饰的关系的 因为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通胀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啊 没法去相互修饰啊 而且像C里面这个 它整个这个状语的核心词啊 就是inflation啊 你总这个位是带着的意思吗 你总不能说这个index是带着这个这个这个inflation在保持上涨吧 对吧 这肯定不太合适啊 所以C怎么都不行 再看4D D的话呢 它把整个这个主据给你改了 它变成了说啊 很多分析师agree on the likelihood 什么意思呢 这个agree on啊 是一个极物动词短语 它本身表示达成一致的意思 所以如果如D所写的话啊 这个主据的主干是说 很多大部分的分析师在这个不可能性上达成了一致 啥意思呢 好像他们本来啊 很多分析师有互相的矛盾啊 他们本来说法不一样 后来呢 他们终于啊 在这个事上达成了一致 这个事本身啊 你单独看这个主据是没有问题的 语法上可以 螺下也对 但是呢 他跟前半句啊 就是outdoor后面这一堆啊 没法形成转折关系 前面是说这个PPI的上升高于预期了 后面如果你想转折 肯定是说呢 很多人啊 就认为这事呢 不会提高了 这个对的 两者是要不关系嘛 而现在的D和E选项都是在说 很多分析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但是这个跟前半句是没有这个转折关系的 一定是说他们啊 其实这里面大部分分析师他没有矛盾 他不会有矛盾的 他只是说很多人啊 或者说很多专家啊 他们认为这种事啊 所以他真正准着点啊 在这两个宾与从居的这个事上 而不是在这个这个达成协议这个事上啊 所以D和E啊 这整个的主干信息跟前半句没法形成这个转折关系 所以肯定不对啊 当然里面的话呢 有些问题啊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小问题了嘛 咱们说过 看大不看小 如果你的主句 那大主句竹竹竿就有问题 咱们的修饰部分呢 在判断的事不太需要去再关心了啊 当然这里面的问题啊 跟这个BC是一样的啊 基本一样 所以答案是A型的啊